哇,她的妻子她得到第二步,肌肉的傷害 非常危險,你知道嗎? 哇,幸好得到Lifkor 現在Lifkor幫她有更好的幫助肌肉 接著,聽她分享 去Medical Checkout,去看醫生,去做Scope之類 接觸到這個產品是因為 因為有Stage 2 所以不明顯 不明顯我們就不會感覺 很普遍的就是眼睛黃,不能睡覺 很多人都會講是因為壓力不能睡 她一直說是壓力不能睡覺 她一定要喝酒 她喝酒她不能睡 所以,其實也是在騙自己 因為你壓力已經有問題了 然後,前一兩天就駕著摩托出去 就,不是創摩托,是跌摩托 跌摩托就有一點小傷口 然後因為她是Lifkor problem 她的血小板就一定是低 所以她自己都承認說 她有傷口,她會比較蠻敷衍 然後她晚上睡覺 偶爾會流屁血 所以是很嚴重的 然後她自己不承認 就小傷口 當然她知道她有血小的問題 她會比平常人復原的時間 會比較長 就During Chinese 因為我們回家鄉的時候 她的腳就腫 腫了我們就以為是折到 折到就講,因為 因為中國人們 知道自己轉轉一下 沒有留一下,就在考中 但是,等我第二天 就覺得很嚴重 因為她的腳趾開始變黑色 就是她的血也不腫了 然後我們就有點擔心 就帶她去Local Clinic看 Local Clinic看,你看她的腳 腳本這邊是橙黑色的 然後醫生是說,因為你的血沒有腫 所以你的腳是死腳 就是不可以有這個行動 就叫我們快點回來 Hospital再問這邊的醫生 因為在Follow Up你的肝的問題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去醫院在2月中 這樣就看了 一次醫生就講 是因為她那個 拉水的功能 沒有Function 就是我們的Local Clinic 有一個就是排水的那個地方 就是沒有做過 所以她的水就會流著 哪有穿動她就腫了 就剛好她的腳是受傷 所以她就走去一邊腳 如果我們正常就是兩隻腳走 但是她不是 她就是一隻腳 然後 就一路吃著 她給的藥也沒有 就在3月10多號時候 阿姐來我的restaurant吃飯 她就 哎,這麼你的腳這麼大隻呢 她講是不是什麼問題 就一直要介紹我們這穿Aluma Bag 我老公講不是腳 是因為我的Local 然後阿姐就拿了兩罐Local給我們 That's 然後她就從那一天開始 早上一粒,晚上一粒 她也很聽話吃藥 因為她很想吃Supplement的人 給她吃什麼 就吃的 然後就一粒早上一粒 晚上一粒 就吃大概到30號啦 就很明顯是有把那個水去了 然後腳是back to normal 但是還是有一點腫 所以現在她是有穿那個 就是Aluma的小病 之類 然後肚子當然了 很久的人肚子是有一點 稍微好像大肚子小 然後她有穿Bosser 所以她自己都問我說 就是肚子好像小了很多 所以我有穿Bosser是穿 阿肚 腰部 之類 然後就是再吃 這個真的是很不錯 很不錯的見證 我們就先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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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